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十八集 众妇人顺着寿惊的妇人所指 看到姬云开身上染血 脸带黑一般 一个个都震住了 有人问道 姬云开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她不是两天后就要大婚了吗 怎么还出门啊 看着好像是受了伤 给众位夫人请安 我奉旨进宫 姬云开行了个礼 顺势侧过身 不让自己的右脸露出来 就算知道皇上的计划 他也不会自暴自弃 能遮一时事一时 指不定就混过去了 芬云开小姐 这是要进宫还是出宫 姬云开正好站在进出宫的路上 众妇人一时也不明白情况 要出宫 不过遇到了一点麻烦 姬云开看了一眼 陶安郡主与端王世子 低声道 众妇人这才记起 他们刚刚是看到端王世子 与陶安郡主才过来的 忙给二人行礼 众位夫人客气了 端王世子将陶安郡主挡在身后 笑得温和却疏离 众位夫人猛地记起 他们是看到出事了才跑过来的 忙不迭问 他们更想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们很清楚 不管是陶安郡主还是世子 都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 众位夫人想怎么帮忙呢 端王世子语气不变 眼神却明显冷了许多 众位夫人心里明白 端王世子这是不想他们多问 忙堆起笑容 啊 既然世子和郡主无事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不管如何 端王府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众位夫人慢走 端王世子一去不留 走走走 我们走吧 众位夫人离去前 暗暗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侍卫 又看了一眼身上带血的寄云开 还有落在一旁的鞭子 心中已有了猜测 只是不敢说 你们 你们没有看见她的脸 刚才看到纪云开脸的那名妇人 一直缩在人后 见众人就这么离开 不解地问了一句 难道就她一个人看到 她活见鬼了 什么脸 快走快走 再多事 端王世子该要不高兴了 端王与皇室血脉最近 与先皇室同胞兄弟 最是霸道不讲理 惹上端王府可没有好果子吃 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妇人被人拖着走 身子还在打颤 看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 走吧走吧 端王府以祭府的事 别掺和 能进宫的妇人 丈夫至少也是三品的官员 不可能没有脑子 可是 可是她 那妇人几次想要回头 确定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可又怕被吓着 别可是了 快走吧 同行的人才不信她 半拖着把人带走 看到那群妇人走远 端王世子 才开口 纪小姐 你满意了吗 她帮纪云开把人打发了 也遮住了她的丑颜 没让那群妇人 有机会传出她丑如夜叉 端王世子说笑了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端王世子之所以 急着把人打发走 只是怕她说 打伤进军的人是桃湾郡主 让这群妇人 叫桃湾郡主舍根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不觉得这样很讨人厌吗 端王世子脸上的笑容 淡了几分 引诱不快 讨厌我的人很多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世子爷 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这是皇宫 指不定皇上还有什么后手 早先离开 他才安心 想走 这些人不解决 你走得了吗 端王世子指着 地上的禁军说道 解决 世子爷想要我怎么解决 动手杀了他们吗 世子爷要是解决不了 可以把此事 禀报给皇上知晓 皇上自会定断 时辰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姬云开说完 转身就走 端王世子面色微冷 鹤等 站住 姬云开头也不回 背对着端王世子 摆了摆手 走得潇洒 你 端王世子指着身后的人 本想叫他们拦住 姬云开 可一看到身后 小太监瘦弱的样子 到嘴的话 生生咽了下去 姬云开这个女人 如此凶残 连禁军都能打趴下 这几个小太监 能挡得住他吗 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世子哥哥 你 你怎么让他走了 陶安郡主看到 姬云开 没事人一样地离开 眼睛都瞪直了 他被姬云开 欺负成这样 哥哥居然放他走 不放他走 陶安你能拦下他吗 端王世子已恢复冷静 满面微笑 陶安郡主却是脸色一白 背脊发寒 世子哥哥 我是不是做错事了 还知道自己做错了 不错 还有救 端王世子点了点头 一副我很满意的样子 世子哥哥 我错在哪里 陶安郡主吓得后退两步 再不复之前的刁蛮与任性 不知道 回去抄佛经 抄到你知道错了为止 世子哥哥 我不要 陶安郡主本能地拒绝 可惜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端王世子一个眼神打断了 我 我这就会去抄佛经 嗯 这才怪嘛 端王世子笑得如暮春风 陶安郡主却只觉得害怕 委委屈屈地看着端王世子 以眼神请求端王世子 免除对他的责罚 端王世子只当没有看到 对他身后的丫鬟道 你们四个送郡主回府 是 四个丫鬟在端王世子面前 乖得像小兔子 完全没了之前对待纪云开的 嚣张与狂妄 一名身着红色铠甲的女子 站在暗处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突然笑了 他身后同样身着铠甲的女子 面色不变地说道 说得对 皇上赐的自然是极好的 走 我们这就去向皇上献恩 捉红色铠甲的女子 大步朝正殿走去 只见她步伐沉稳 英姿飒爽 浑身都透着一股爽朗劲 让人一眼难忘 这女子 就是燕北王的同胞妹妹 萧石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